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动漫星期间,我是赵太郎 今天我们继续昨天没有聊完的故事 杰克奥特曼第15集 此时,香的第六感告诉他,这次一定会出事 于是提议和南奇一起巡逻 当天晚上,西电怪兽果然出现了 他再次破坏了火车和发电站 将在救人的时候,眼角余光中看到了士狼的身影 回到基地里,岸田再一次展现了青奇的脑回路 他说,这次事件很有可能是他放的石头导致火车出轨 之前也是他放上石头,让人们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 嗯?你的意思是,这孩子杀掉自己的父亲 只为编造一个有怪兽的谎言吗? 岸田,你的脑洞不是写小说,真的可惜了 想得感觉自己再也不出马,整个麦上都要被岸田带歪楼 于是自告奋勇,就跟士郎谈一谈 既然要好好谈话,自然得先取得孩子的信任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特警 居然为了孩子的乌龟,炸水捞龟的尴尬场面 甚至还被小乌龟咬了一口 刚才到孩子喜欢怪兽,于是问他 你最喜欢和最讨厌的怪兽是谁呢? 孩子回答是一样的,都是爱丽·德特斯 将不解,你怎么会既喜欢又讨厌同一只怪兽呢? 士郎感觉自己又被怀疑了 于是一拳一拐地走了 将再度来到了士郎的家里拜访他的爷爷 在跟士郎的爷爷的交谈中 他了解到,士郎所说的怪兽是一只能够吸收电力的怪兽 并且他还认为这只怪兽是杀死了自己父亲的凶手 并且将责任归咎在了麦特和铁路管理局的身上 认为是他们没有察觉到这些 并且将最后的责任推陷给自己的父亲 香提完陷入了沉思 此时,士郎破门而入 想要继续为自己的父亲解释 这被香一记耳光打了过去 话说赵和男儿真是猛啊 说打就打,一点也不含糊 你看看对于叶利奇声带 哪还有打人的镜头啊 接着此时,怪兽忽然出现了 将联邦赶到现场 出现的怪兽顺势吸收电力怪兽 艾利·德特斯 麦特队展开了攻击 就在这个危险的关头 士郎忽然冲了上去 他想到怪兽毁掉一切 毁掉东京 给自己的父亲证明清白 然而这只怪兽不管你是人是鬼 看到有人就用直接攻击 竟好向眼睛所快救下了他 并且在得知了真相之后给士郎道歉 说自己错怪了他 并且要给他的父亲报仇 拜托,你人都打了 现在说这些有啥用啊 将冲上去就要强行触发被动 结果被火车压住 一阵痛苦的寒掉中 变身杰克·奥特曼 跟艾利·德特斯展开对攻 下来就被怪兽电力电了个透心凉啊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继承了初代的抗性 翻了个声 啥事都没有 这只怪兽战斗力虽然不强 但是凭借着王八索壳的本事 以及带恋的后背 杰克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此时 自然说出了怪兽的弱点 就是他的头部 杰克心领神会 想要用一招流星飞梯解决怪兽 结果没想到 这蒜头王八竟然还会缩头 杰克踢了个空 其身又被电机疗法给治疗了 接着杰克一筹摸展之际 Meta发射汽油弹攻击怪兽的头部 成功引诱怪兽伸出头来 杰克抓住神迹 用死板胸部光线解决了怪兽 怪兽死了 狮狼的父亲终于得到了证明 狮狼看着死去的艾利·德特斯 留下了两行泪水 解除了心魔的狮狼 腿也好了 甚至还能跟上比赛跑步呢 等级在一片和谐中走掉了尾声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影片再见吧